单一灵根的修士 修真界少得可怜 马元魂可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内 修炼到金丹初期的地步 可见其天资极为过人 马元魂一直下放黑衣人 喝道 证据就摆在眼前 你还想抵赖 说着便要动手 韩普宁眉怒目 一直观察着丰蓉脸上的变化 本来丰蓉呈现出的那么震惊于惊恐 已经出卖了他自己 让韩普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 还没想到 马上丰蓉摆出一副寒冤受蛆的模样 说得还大意凛然 这样 韩普便有些拿捏不住了 指正一个假面的掌势 非同小可 便是韩普也不能大意定罪 韩普右手一摆 拦下马元魂 冷声道 马兄说的没错 先看了证据再说 说完 韩普翻手成掌 随手微摆 一缕进风横扫而过 直接吹开了遮在黑色斗帽之下的脸孔 风容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直到看到那张脏兮兮 看不出嘴脸的生面孔后 方才松了口气 韩普本来已经认定了杀莲勇的就是陆尘 而那两个消失在酒楼的人 应该是买通了风容的陆尘 此事基本已经确定 谁料当兜帽被掀开时 里面露出的竟然是他看过去也觉得熟悉的面孔 假面掌势虽未与陆尘打过交道 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但从东周各界收到的风声 也能对陆尘的样貌有些雏形 可是眼前站着的这位 根本与传闻中古铜色皮肤 一脸邪笑的陆尘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自然而然的 四大掌势皆是愣在了当场 这个时候 韩冰走上前来 看到那黑衣人的模样顿时怒不可遏 但他下火 原来是你 这一声喊出 风容更是放松了 不是陆尘就行啊 韩婆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总算是有理了 风容也不想浪费这个好好斥责己人的好机会 当下道 老夫为归原宗小命数十载 使尔等为手足 尔等却要栽赃陷害于我 哼 韩婆 今天你不给老夫一个说法 老夫定然饶不了你 哼 意气风发呀 陆尘 留红蹲在楼角的一旁 乐得看风容表演的好戏 顺便也对下方被围在中央的蛋台 校虎大胆吃惊 这小子居然挖了一年多的通道 不用问了 一定是准备为自己死去的妹妹报仇 结果却替自己挡了一劫 陆尘搓着双手 眼中满是精光 黑校间 丝毫没有为蛋台校虎而担心 不用担心 陆尘留红心里很清楚 这个蛋台校虎命不久已 他一定是积蓄了很久的怨气 吃了不少苦 才从外面挖地洞进来 可见此人的心性坚定到了极点 甚至有些变态呀 可惜了一个好苗子 留红叹了口气 又说了白日的那句话 陆尘瞄了一眼蛋台校虎 目光转向那怒气冲天的寒冰 难难道 这小子怎么说也替咱挡了一载 刘前辈 咱们是不是表示表示 刘红微微一争 压一道 你要救他 都是必死之人了 还救什么 陆尘翻了翻白眼 回过头来阴侧侧一笑 不过帮他完成一个愿望 倒是轻而易举 这番话说着 陆尘的视线落在了寒冰的身上 其实在白日里 陆尘便对寒冰此人起了杀心 不为别的 光是这小子阴狠淫毒的鸟样 就足以死上千百次了 而让陆尘最生气的是 他居然凌辱了人家的妹妹 还逼得人自杀上吊 陆尘自己也有妹妹 这种事感同身受 他自然能够理解 淡台校虎的决心 好 刘红文言立刻明白过来 同样大快挤心的 应了一声 正当这时 韩普恶狠狠的 瞅了一眼自己最喜爱的曾孙 怒斥道 韩冰 这是怎么回事 韩冰吓了个不轻 他知道 眼前对自己百般宠爱的曾爷爷 也不是一般人 真发起火来 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认 韩冰满头大汗的走上前来 不敢隐瞒道 回曾爷爷 此人乃是南乡谷的一个小修士 只因他的妹妹惨死在南乡内谷 我想他是一直记恨韩家 前来闹事的 挑肥减瘦的这么一说 谁都知道怎么回事 韩家子弟一来便是数百人 能够听到的皆是暗地里山孝不已 而韩冰之父 韩空宇更是勃然大怒 因为一个小小的修士 闹得整个南乡谷人 白白忙活了一场 真是可恨到极点 身形肥瘦的韩空宇 大步一踏 上去便是给韩冰一个响亮的耳光 臭上还不把此人拿下送去地牢 韩冰被打得七荤八素 一肚子血火没出仨 全然的落在了淡台校虎的身上 你这个白痴 找死 来人给我压起来 这时上来两个大汉便要给淡台校虎五花大绑 然而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就在这时 只听淡台校虎仰天怒吼了一声 一身皮膜轰的一声 从里自外的打开 细微的血管从皮肤之下崩断而出 大量的鲜血从里面涌了出来 眨眼的功夫 淡台校虎变成了一个血人 这事还没有结束 随后众人骇然的发现 淡台校虎微弱的气息 陡然暴涨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居然直接突破了筑基初期 达到了中期境界 而那些从甩动出来密密麻麻的血管中的血 以倒流的方式向里面涌进 转脉溶血之法 四面合围的南乡谷 本就与世隔绝 外气不入内气不出 借由淡台校虎突然发威 展现出东周修真界 失传多年的转脉溶血之法 将所有经脉游体内自行引爆之后 整个南乡谷瞬间被一股刺鼻的血腥味笼罩了起来 转脉溶血之法 乃是修真界的禁忌 此法可以将体内经脉瞬间扭转 以拧近强行自爆经脉 施展之人体内的精血会飞快的流失 再用溶血之法 与血液流失的片刻 全数收回融入子府 能够迅速提升原本的境界 与实力数倍 甚至是数十倍 修炼此法者需要长期的将转脉溶血之法 不断的演练和熟悉 并每一次在断脉之前强行停下 对身体伤害性极大 折损受缘 只有这样 转脉溶血之法才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将修炼者瞬间提升到一个难以相信的地步 而一旦转脉溶血成功 修炼此法者不但实力暴涨 更加会在精血亏空之后 立即生死 死状之惨 犹如风干上百年的尸体 使用此法者 若不是与对方有着极大的恩怨 很难长期忍受这种身心煎熬的痛苦 而且很容易在未果之前造成四肢瘫痪 无果而终 就算是想报仇 也等不到那一天 但抬笑虎右腿有顽疾 看上去是被人暴打所致 实际上乃是修炼了转脉溶血之法的后遗症 而他能够经受住无数个日夜的煎熬 等到这一天 想来他所忍受的痛苦十非常人能比 每天夜间出来挖地洞 目的是为了接近寒冰 每天都要进行地狱般的转脉溶血之法的修炼 目的更是为了接近寒冰之后 能够让自己拥有瞬间杀掉寒冰的实力 但抬笑虎的行为 便是陆臣和刘洪看来也不由心计 转脉溶血 经血消耗殆尽时 便是但抬笑虎的死期 而这个过程 以陆臣和刘洪的估计 甚至连一炷香的时间都用不到 南香谷高手如云 虽然他的实力已经短时间内 暴涨到拥有击杀寒冰的地步 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炷香的时间未时太短了 寒冰 老子要与你同归欲尽 但抬笑虎抱贺一声 整个人如同一张满弦的大弓 从地面上蹦起 速度奇快无比的朝着寒冰杀去 他的双眼充斥着血丝 甚至两只眼睛的视力 也因为精血消耗的缘故 根本无法看清对面寒冰的五官 他只记得 这个身影就是他的仇人 寒冰实力在筑基初期圆满境界 离着筑基中期只有一步之遥 但看到这种场面 平日里被保护在家族长辈羽翼之下的他 还哪敢提起半点反抗的意思 鬼 鬼 韩冰连连倒退 韩空宇已经挡在他的面前 助击后期的实力 毋庸置疑 韩普也在出手 他可不愿让人看到 有人在自己的面前杀死自己的曾孙 这太过丢脸 周遭高手纷纷祭出法器 一时间现场混乱了起来 高枪剑戟等等正常 一会是古怪的法器 皆是朝着弹台孝虎射去 弹台孝虎自知必死 放弃一切防御的手段 剑说的身形如同一只受了严重创伤 但又怒焰滔天的豹子 舞动着一双血光大手 轰轰轰的一往无前 地面飞起的灰尘 被弹台孝虎身上洒下的热血 染成了红色 每一次的踏动 都会让地表发出微微的震颤 看到这里 陆尘也被弹台孝虎 嗜血惊怒的气势 深深的感染了 他隐隐握了握拳 双眼直视着 那即将被无数法器 毙命于此的弹台孝虎 突然间 他双眼一亮 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念头生出 不行 这小子不能死 武尘一发狠劲 从楼脚边站出 动作如行云流水的 丝毫没有停滞地 取出了寒雾珠 猛地朝着下方 弹台孝虎 头顶甩去 唯一的场面 乍然出现 那些飞尸般赶来的法器 似乎被一只无形大手牢牢困住 竟然在爆射的过程中 顿然停留在空中的某处 仿佛时间 在这一刻停滞 一股寒气随风而来 自突然出现的寒雾珠上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去 地面以难以言喻的速度 迅速接冰 冰势延伸的势头 也很是害人 此景刚一出现 以弹台孝虎为中心的 直径五六米的区域 皆是化为了冰原地面 寒空雨伸出的右手 还缭绕着朦胧的火光 掌心中喷吐而出的火团 比米粒大不了多少 便停止了继续强盛的趋势 冰寒的地面 衍生出来的寒气 轻刻间将其双脚冻结 继续蔓延过去 继而是双腿 腰肌 上身 双臂 直至薄颈 最后 全身化成了一座人形冰雕 冰层继续朝着四面八方 蔓延出去 身在冰层地带的所有南乡古弟子 无论筑击炼气皆是瞬间失去了生机 他们的脸上揣度着难以掩饰的惊恐 有的还留有刚刚听到寒冰与淡台笑虎恩怨时 想笑又不敢笑出的笑意 更有甚者腾空而起 谁知身体还未踏上飞溅 便被冰在了半空中 无数法器进阶结冰 空气的凝滞 使得至少有着二十余件法器 变成了白晶状的冰体 白晶闪动的光芒 时亮时暗 照射的外围大量南乡古弟子手制火把 因为周遭空气的原因而黯然失色 冰事依旧蔓延 也就是喘了几口气的功夫 已经蔓延到了十米开外 韩普 马元魂 段修德 齐修志 丰蓉 这五名金丹高手忽然醒过神来 身形不断暴退 与此同时 阵阵法力能量狂涌而出 全力阻挡着韩流的暴涨的趋势 仅仅一刻 整座南乡古失去了草长应非四季如春的景象 俨然变成了一座冰雪之城 那韩滨是冰层范围内 仅有一个没有被冻死的南乡古韩家人 他的双腿跟父亲韩空宇一样被韩流冰在了地表 他向鼓起法力挣脱这种束缚 但发现自己竟然连体内的法力都被这股寒流的影响而调动不出十分之一二 而让所有人最为诧异的是 因韩流而突兀出现在死地里 那一缕生机游自饱满与强横 甚至仿佛触动了某根神经 在转卖溶血之法的支持下 更加显得猙獰与害人 十米冰层死地 但台校虎依旧气势滔天 杀气害人 韩流竟然根本没有限制他的行动 但台校虎被怒火点燃了所有神经线 纵然是他发现这韩流出现的诡异也大为吃惊 但还是没有让他的动作 哪怕有上那么半点的迟缓 一切皆因恨 仇人就在眼前 他已经感受到 韩濒在自己的眼前如同一个玩物 甚至鸡鸭鹅狗都不如 在自己的掌势之下 韩濒必死无疑 管不了这么多 但台校虎再次一声一鹤 飞快地杀到了韩濒的面前 台长便击向韩濒的天顶 一声巨响 韩濒的头颅脆弱的仿佛西瓜 顷刻间炸开了花 血水与脑袋混杂的乌乌之物 喷涌如注 似箭似拳 然而 但台校虎并没有停手 他的双眼充斥着赤红 更是有着大仇得爆快意的泪花闪烁 砰砰砰砰 接连不断的沉闷响声 在所有南乡谷弟子的耳边响彻 残忍到难以接受的血腥景象 让大半人士皆是扭过头去 不敢去看 大胆 反应过来的韩濒 眼看着自己的曾孙被 但台校虎一掌接着一掌 打得不成人形 一枪怒火在心中燃烧而起 韩濒怒笑了一声 双手手指连动 打出一记记反复的印诀 两只半圆形的月轮 从他的尸海中飞出 月轮上有清晰的符咒金光 带起阵阵撕裂的进气 扫过空气中出现的寒流 朝着但台校虎斩去 正当所有人认为 但台校虎最终会被两道月轮 斩成伸手益处时 忽然 一道破空的进气 由远处三层楼阁的后面 悬绕而来 空气中气寒流之后 顿生意之之 有着两只前爪的黑色虐龙 虐龙张牙五爪 口吐黑火 两只精芒闪动的大眼 擒着令人心悸的煞气 波一出现 便吐出一团火云 火云成黑色 绕向两道月轮 火势凸掌 竟然大有要融化月轮的气势 ding 帮助手ie 工程 sel洄 再生意难以后